第2大聊天记录 请他前来西安某酒店1609房间,并报上开房人姓名为王聪。 据悉,王聪正是杨硕经纪人名字。 此外,从杨硕工作室官方微博可查,2018年5月18日当天,杨硕却在西安出席活动。 此事一中,杨硕疑似猪鬼仪式,再度免发热议。 而早在今天稍早时,网络上有另一段杨硕,一次与异性共度聊宵的聊天记录传出。 在另一段疑似杨硕与一位名为San,女士的聊天记录中,杨硕表示, 试得好踏实的同时,转账了一万元人民币给对方。 对于这段聊天记录,杨硕工作室发微博成青春,拿着几张皮图不怕糟天浅吗? 所有截图已保留,等着律师函吧,2018年5月18日。 杨硕在西安出席活动王冲,也并未在西安对此,有媒体救新的爆料向杨硕方求证。 其经纪人挂电话不回应,稍早杨硕工作室,曾在微博发文否认。 杨硕工作室